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尊严 为了维护国际的公平正义 就做战狼又何方呢 既然有骂人的嚣张 为什么没有道歉的勇气 中国有句古话 叫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知道什么意思吗 请你以后呢 用中国台湾地区来称呼台湾 建议他们还是把美丽的风景线 留给自己吧 不要轻举妄动 美方应该自己先照照镜子 正正衣冠 反攻自省 不要恶人先告状 不为中方 言之不欲 中国呢历来有礼尚往来 偷逃暴力的传统 中方的也愿意根据美方的需要 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中国通过塞尔维亚是全面战略伙伴 两国有着牢固可破的铁杆轻益 不管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和挑战 我们都将同一非洲兄弟一道 风雨同舟 一例前行 中巴有一万岁 亲 洛杰尔维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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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化历史的车轮总会滚滚向前 时代发展的潮流依然势不可挡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义的一边 站在国际道义的一边 与各国携手前行 共同开创世界更加美好的明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